两名印尼籍非法入境者 日前在法庭押网监狱的途中趁机逃走 警方重新逮捕他们之后 两人今天被判坐牢八个月 根据控状36岁的哈芝沙米鲁丁 和40岁的李奇利纳迪 在没有有效护照或文件的情况下入境我国 抵触195963年移民法令56-2条文 坐牢六个月 可是却在押网监狱的途中逃走 在聆听控状之后两人承认罪名 古来推示阿祖林裁定他们入狱服刑